曾国藩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很笨的人 但是他能够把当时天底下最聪明的人 收拢到他的帐下为自己所用 所以用人使他身上最突出的一个闪光点 那么在曾国藩的湘军集团里 有很多全国一流的人才 像胡林毅、左宗棠、李鸿章、沈宝珍、李元度 这都是我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三 当中所写到的人物 其中的重点当然就是 我们经常说的曾湖左里 就是晚清四大名臣 核心是写他们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一聊起曾国藩 经常容易有一个误解 曾国藩是一个老奸巨花的人 是一个特别虚伪、特别狡猾的人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关于曾国藩的书 写的是曾国藩的升官书 曾国藩的官场秘诀等等 但是我认为 这是对曾国藩的一种误读 因为曾国藩的核心特质 这个人一生的座右鸣 我认为就是两个字 一个试桌 一个试成 他一生的试工 都是从这两个字来的 那么他用人和代人的一些特点 通过他跟左宗棠的关系 能够很鲜明地体现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曾左两个人的关系 你好 欢迎来到伊林读书 每天一本好书 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 一 曾国藩和左宗棠 左宗棠这个人跟曾国藩很像 这俩人的出身背景是非常相似的 他们俩都是湖南人 乡俊算是老乡 年龄也差不多 曾国藩是181年出生 左宗棠是1812年 那么左宗棠比曾国藩小一岁 他们都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 都在农村长大 所以很相似 但是这俩人有一个重大的不同 就是曾国藩很笨 如果大家了解曾国藩 会知道曾国藩是古往进来的大人物当中 差不多最笨的一个 就是天分最差的一个 打个比方 我们可以管他叫中国的阿干 但是左宗棠是同时代最聪明的一个人 智商极高 所以如果我们测智商 曾国藩的智商如果是80 左宗棠的智商差不多能到160 所以左宗棠这个人 从小科举特别顺 曾国藩考一个秀才考了七回 一直到23岁才中了秀才 但是左宗棠14岁中了秀才 20岁中了举人 但是这俩人人生道路的重大的分歧 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了 曾国藩虽然科举的前半城很不顺 但是后来就顺了 所以27岁居然中了进士 在那个时代 中进士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在曾国藩的老家湖南相相显 过去每隔20多年才能中一个进士 所以曾国藩在科举路上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左宗棠就没这么幸运 左宗棠连续考了三次进士 都没考中 左宗棠感觉自己面子上很挂不住 因为左宗棠对自己的期望之极高 他曾经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 别人的外号都是朋友送的 左宗棠的外号是自己起的 他的外号叫金亮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的诸葛亮 所以三次考进士考不上 左宗棠感觉自己面子上非常挂不住 左宗棠就当众宣誓 说大清王朝的人才选拔体系 有严重的问题 反复地让人进科场 折磨人才 我受不了这个侮辱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踏入科场一步 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 但是你不参加科举考试 就当不了官 左宗棠就只好回家 公庚龙母 像诸葛亮一样 公庚于龙母之上 在家里一边种地 一边读书 研究的都是兵法 地图这些实用的学问 因为左宗棠有一种预感 跟曾国藩的预感是一样的 就是过几年 这个大清天下可能会大乱 因为在那个时候 社会的矛盾和问题 积累了很多 果然过了几年之后 太平天国起义 湖南 湖北一片大乱 那么湖南巡抚 就急需一个辅佐他的师爷 来帮助他治理湖南 这个时候 左宗棠有一个终生的好友 叫胡林义 胡林义就向湖南巡抚 骆炳章推荐了左宗棠 说 左宗棠这个人人才出众 如果是他来给你当师爷的话 就能把湖南治理得非常好 骆炳章就听了 派人前来请左宗棠 但是前两次 左宗棠都没出山 因为我是金亮 我是诸葛亮 你得三顾茅庐 所以第三次 骆炳章亲自来了 请左宗棠出山 左宗棠说 如果是你让我出山 我有一个条件 骆炳章说 您提 您要多少钱都行 左宗棠说 这跟钱没关系 如果我出山 你就不用干什么事了 我操你好各种意见 你照着抄一遍就行 也就是湖南的大事小情 得由我来加以决策 骆炳章这个胸怀也比较广 而且他特别相信胡林义这个人 所以骆炳章说 行 就按照您说的这个办 于是 左宗棠就出山了 左宗棠之所以提这么高的条件 他确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出山之后不长时间 就把整个湖南省治理得井井有条 骆炳章也很佩服他 二 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初次相识 这个时候 曾国藩因为母亲去世 回嫁给母亲受效 半年之后 皇帝来了圣旨 让他创办团练 他就以这个为借口 创建乡郡 创建乡郡 就需要跟湖南省政府打交道 所以 曾国藩就跟左宗棠发生了交集 在曾国藩跟左宗棠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这两个人的人际交往状态是很有意思的 那个时候 曾国藩已经是堂堂二品大员 因为曾国藩中了进士之后 到北京做官 做了十三年经官 从一个副处长升到了副部长 做到了礼部侍郎 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副部长 而且清代的中央的副部长 和地方的省长是平级的 因为清代一共就六个部 所以副部长相当于地方的政省 也就是说 曾国藩的级别 跟湖南省长是一样的 左宗棠他是一个师爷 师爷在当时的政府里 是没有编制的 他是属于巡抚私人雇佣的人员 所以没有任何级别 如果套用我们今天的级别体系 顶多算是一个主任客员 俩人见面 曾国藩先给左宗棠行礼 然后管左宗棠叫先生 对左宗棠非常恭敬 左宗棠对曾国藩还带搭不理 跟曾国藩打了一段交道之后 左宗棠认为曾国藩这人太笨 所以左宗棠那时候 经常跟胡林一通信 在信件中 他经常骂曾国藩笨 说曾国藩这个人是猪脑子 军事上的事你怎么跟他讲 他也听不明白 这个人小农意识很强烈 做什么事 他这个脑子反应很慢 所以我感觉曾国藩这个人 他不是创建相军 来评定太平天国的合适的人选 所以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非常之低 曾国藩确实很笨 刚才讲他考秀才考了七回 但是也没笨到左宗棠说的这个程度 左宗棠为什么这么瞧不起曾国藩呢 因为左宗棠心里有一个科举情节 就是他本身科举是很不顺利的 所以他对那些没有他聪明 但是运气比他好 还顺利地考中了科举 然后当了官的人 他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嫉妒心理 所以他跟他儿子在家书当中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人八股文写得越好 这个人的才气就越差 他实际上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曾国藩 所以今天我们在工作当中 在单位里有的时候 也会碰到同事当中的一些奇葩 他莫名其妙地就处处跟你作对 他就是看你不顺眼 那你怎么办呢 曾国藩有办法 曾国藩这个人 他的特点是心胸比较开阔 为人比较宽厚 别人不能忍的是他能忍 左宗棠对他态度怎么样 他完全不计较 还是一次一次地去找左宗棠向左宗棠请教 有点大事小情 都毕恭毕敬地请左宗棠给他加以指点 因为他知道左宗棠这种人爱显摆自己 喜欢敞录自己的才华 那么时间长了 左宗棠看曾国藩也就感觉很顺眼 曾国藩这个人虽然很笨 但是还很虚心 还知道跟我请教 所以左宗棠这个人的特点是好为人师 他愿意通过帮助别人来显示自己确实比别人强 所以他帮曾国藩出了很多好的主意 这个就是曾国藩和左宗棠交往的早期状态 因为曾国藩知道如何和左宗棠这样的人相处 所以这两个人关系处得慢慢的就比较和谐 三 曾左交好 我们知道 左宗棠这种性格在中国官场上他是混不长的 因为这种锋芒毕露的人 在官场上肯定会摔很大的跟头 后来当曾国藩创建乡军成功了之后 带领乡军到江西去打仗的时候 左宗棠就遇到了一个樊谢事件 一个叫樊谢的总兵到省政府办事 见了左宗棠 他不懂当时省政府的规矩 当时左宗棠掌握省里的大权 时间长了他就把自己当成省长 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习惯 全省别的官员来见他的时候都要先给他行礼 但是樊谢不懂 第一次见就没给左宗棠行礼 左宗棠就很生气 一脚把樊谢给踢翻了 樊谢也很生气 因为人家是总兵官二品大员 回头就上了一本把左宗棠给告了 咸丰皇帝就要求湖南省政府从严惩处 后来虽然经过曾国藩 胡李易到处托人 帮助左宗棠减轻处罚 但是最后还是开除出湖南省政府 左宗棠不能继续在这里当师爷了 所以左宗棠就去投奔曾国藩 曾国藩让左宗棠回家 招募了五千人 成立了一支部队叫储君 跟着曾国藩打仗 那么左宗棠确实是有能力 带兵打仗也很厉害 连续打了三场胜仗 这个时候 清廷就任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 因为曾国藩带领乡军 打仗多年劳苦功高 而且长江中下游这一带 确实太平天国的势力非常厉害 清政府控制不了 就让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 两江就是今天的江苏 江西 安徽这三个省 都归曾国藩一个人管 而且因为当时浙江这个仗 打得也很厉害 所以慈禧太后说 曾国藩监管浙江的军事 曾国藩就感觉这是一个机会 曾国藩做领导他有一个特点 他会抓住一切机会 提拔自己的下属 即使这个下属自己用得很顺手 比如我发现一个秘书 这个秘书文笔特别好 而且很懂我的思路 写的东西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 但是他干了两年 身边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把这个秘书推上去 曾国藩会毫不犹豫地 把这个人推上去 所以跟着曾国藩干生的都很快 那么 左宗棠跟曾国藩干了不长时间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而且监管浙江的机会 曾国藩就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奏折 说我一个人管三个省已经很累了 我顾不过来 所以这将我推荐您让左宗棠去管 左宗棠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大财 其财势可独当一面 于是慈禧太后果然就任命左宗棠 做了浙江巡抚 因为当时是战时 战时是特殊时期 曾国藩这个话是非常管用的 那么左宗棠到曾国藩这干了不长时间 也就是两三年就从原来的一个主任科员 一下子干到了生长 所以在曾国藩手底下 晋升是非常之快 这个时候 左宗棠就再也不讽刺曾国藩了 再也不骂曾国藩笨了 这俩人关系处得就非常好 左宗棠凡事皆先请教而后行 什么事都要先跟曾国藩汇报 毕恭毕敬地向曾国藩请示 说这是您看怎么办 然后听曾国藩的意见 就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因为曾国藩对他确实是非常好 四 曾左师和 但是 在这之后不长时间 大概又过了一年多 慈禧太后就把左宗棠又提拔了一步 从浙江巡抚 提拔到敏这总督 大家听这个敏这总督就知道 他是一个人 管福建和浙江这两个省 这样的话他就跟曾国藩评级了 那么左宗棠这一年多当中 并没有立什么大功 为什么慈禧太后会提拔他呢 因为慈禧太后明白 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的规律 他知道左宗棠这样性格的人 一旦跟曾国藩评级 这俩人肯定要闹掰 这个时候已经是同志二年 离最后镇压下太平天国的同志三年 就差一年 慈禧太后已经知道 太平天国确实不行了 她开始要布置后手 要开始防范乡军 希望在曾国藩这个乡军集团内部制造分裂 于是就把左宗棠给提拔起来了 慈禧太后看人确实非常准 提起来之后 左宗棠就有了一种跟曾国藩争功的心理 我们知道 在一个单位内部 两个中层之间 如果是业务有交叉有竞争关系 那么这两个中层肯定关系处得不好 曾国藩跟左宗棠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曾左诗和事件 什么叫曾左诗和呢 就是同志三年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泉攻下了南京城 标志着太平天国被彻底镇压 虽然南京城拿下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领并没有被发现 在拿下南京之前 红秀权已经去世了 红秀权的儿子叫右天王 接任太平天国的首领 但是拿下南京之后 曾国泉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右天王 因为天王府被一把火烧光了 在天王府内发现了几具烧焦的尸体 在天王府抓到的俘虏说 右天王很有可能是自焚而死 于是曾国泉就把这个事汇报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就按照自焚这个说法 汇报给了慈禧太后 这样镇压太平天国圆满成功 事实上 曾国藩这个情报是有误的 右天王并没有自焚而死 他在当天晚上 在李修成的护送之下 从城墙的缺口逃跑了 逃到了浙江的湖州 浙江市归左宗堂管 所以左宗堂第一时间获知了这个消息 但是他没跟曾国藩商量 马上把这个事以六百里加级的速度 汇报给了慈禧太后 而且左宗堂还添有加粗说 您看曾国藩对您撒谎 他没说实话 又天王没死 那么在各地的太平天国的残部 有可能再一次团结在他周围 太平天国可能又一次死灰复燃 所以慈禧太后接到这个消息 也很震惊 很生气 下离到圣旨 把曾国藩劈头盖脸 给批评了一顿 曾国藩面子上也挂不住 十八 忠兴元老 乡军的领袖 被太后因为这个事给骂了一顿 曾左因此就失和了 应该说 这个事有点不可理解 因为左宗堂和曾国藩 以前的关系还很好 左宗堂以前什么事 都要跟曾国藩商量一下 那为什么这个关系 曾氏兄弟切身利益的问题 左宗堂不商量了 因为左宗堂心里一直有一种余亮情节 他一直有一种跟曾国藩争功的情节 我是金亮 今天的诸葛亮 本来应该我立当时的首功 结果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 被你曾国藩抢去了 所以他心里一直是不服的 这才有了曾座师和 师和之后 曾国藩和左宗堂这两个人 他们对待师和的这个事 表现是不一样的 通过这种表现 就反映出曾左两个人为官 左人的段位是不一样 左宗堂是怎么对这个事呢 左宗堂在曾左师和之后 他每件一个生人 都要把他跟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讲一遍 然后说曾国藩这件事做得不对 那件事做得不对 曾国藩确实对大清不够忠诚 然后把曾国藩痛骂一顿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事 自己可能有点理亏 所以他要千方百计地给自己找步 曾国藩和左宗堂 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郭松涛 他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 说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 到左宗堂的大营 跟左宗堂吃了两顿饭 他发现左宗堂吃饭 有一个保留节目 就是每次吃饭都要把你痛骂一顿 而且用的这个词都特别的难听 曾国藩怎么对待左宗堂的这些做法呢 曾国藩首先要求他的部下 亲戚绝对不要反击左宗堂 两个人既然已经适合了 就不要把矛盾进一步的扩大 不要陷入到争贤气当中 争贤气对谁都没好处 所以曾国藩要求李鸿章 要求其他的部下 要缓和跟左宗堂的关系 不要跟他们争一起 另外 曾国藩给自己的儿子曾继泽写信 要求曾继泽 曾继红 你们该跟左宗堂怎么往来 还是怎么往来 你要把他当长辈来尊重 我们老一辈的矛盾 不要影响你们和左宗堂的关系 所以 我们说曾国藩的心胸 是非常开阔的 这些是他心里都能容得下 接到郭松涛写信 向他汇报说 左宗堂每顿吃饭都骂你 曾国藩写了封回信 说 左宗朝夕够立 该以粗文一二 就是左宗堂早晚得把我骂两顿 这个事我也听说过 但是你说我怎么办 难道我跟左宗堂对骂吗 所以我决定采取老僧不见不闻之法 就是老和尚修炼到一定段位之后 你在我面前说什么话 做什么动作 我都毫无反应 我都看不见 听不着 这样我能节省很多精力 所以以后你要是听说这一类的磕 你就别跟我传话 就是不要再激化我们当中的矛盾 所以曾左失和之后 两个人就保持着这种虽然冷淡 但是矛盾没有进一步加剧的状态 五 晚年交集 失和之后 两个人虽然在私人的交集上是完全断绝了 但是毕竟都是当朝的两个重臣 都为高权重 所以在公务上不可能不发生联系 曾昨晚年在公务上 曾经出现过一次重要的交集 那就是左宗堂晚年有一个重大的举动 叫做习征 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 就是左宗堂出兵陕西 新疆一带 去平定西北的回乱 这个对于左宗堂来讲 是一个大事 以前平定太平天国 我是你曾国藩的二把手 甚至三把手 但是这次习征我是一把手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嫌疑嫌我的本领 西征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倒不是用兵 西北物产稀少 土地贫瘠 所以良想很难供应 按照当时的规定 出兵西北 是由曾国藩所在的两江地区 来供应军饷 所以左宗堂出兵之前 心里就很忐忑 他跟他的部下说 我估计曾国藩这一次 在我出兵的时候 肯定得给我穿小鞋 肯定得给我找麻烦 让我不能成功 但是出兵之后 左宗堂感觉误判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他的军饷供应 是竭尽全力 往往是左宗堂这边还没开口 两江的军饷就已经送到了 虽然在战争之后 两江各地残破 财政上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曾国藩想尽一切办法 千方百计 保证左宗堂的军饷 足额而且稳定 所以就帮助左宗堂 顺利地平定了回乱 回识之后 左宗堂也很感动 他感觉他以前 可能误判了曾国藩 在那之后不久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 虽然曾国藩活着的时候 左宗堂没再给他写过信 但是曾国藩去世之后 左宗堂给曾国藩的儿子曾继泽 送去了一副晚帘 这个晚帘 在中国营联史上非常有名 特别是上一句 这个上帘表达了 左宗堂对曾国藩的评价 上帘说 某国之中 十人之名 无不如原府 就是对待国家的忠诚 还有善于十八人才 这两方面 我确实不如曾国藩 左宗堂从来没有对别人认过书 服过软 但是在曾国藩死后 他承认自己 确实不如曾国藩 总结一下 我们说曾国藩和左宗堂的 做人层次还是不一样的 他们共同的朋友郭松涛 曾经有一个定论 他说 左宗堂做人的级别 到达了豪杰的层面 但是曾国藩到达了圣贤这个层面 总结 曾国藩在用人上 他有自己的很多特点 第一 以捉成为本 他是以捉成为本 别人不管怎么巧言吝啬 怎么对他使套路 他就老老实实用最笨的方法来应对 这样就消除了内部的很多矛盾 第二 玉利利人 玉达达人 曾国藩在用人上 只要有机会 就会把自己的下属推上去 用曾国藩的话来讲 叫做玉利利人 玉达达人 就是孔子说 己玉利而利人 己玉达而达人 你要是想发展 你也要理解别人的这个心理 你也要帮助别人发展 虽然曾国藩手底下 有一些人自己用得正顺手 你推上去之后 你就用不了他了 是吧 从短期看 这个利益是有损 但是曾国藩这个人一生做事 他都是从长远利益去考虑 从长远利益考虑 他把周围的人都推上去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乡军文武 错落半天下这样一个局面 天底下各省有一半的官员 都是从乡军出去的 从曾国藩手底下推荐出去的 乡军当中提拔起来的正部级官员 达到二三十个 副部级的官员达到四五十个 那么曾国藩在全国 想有一些什么大的举措 就能够得到呼应 他办起事来就很容易 第三 凡是先退一步 曾国藩在处理团队内部关系的时候 处理跟下属 或者说跟同事的关系的时候 他有一个数字诀 就是凡是自己先退一步 他宽广的胸怀 使乡军能够团结起来 能够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 包括曾国藩自己也说过 湖南人是很难团结的 湖南人类都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能够把湖南人团结成一支 有战斗力的乡军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这个靠的主要就是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就是两个字 一个试桌 一个试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一个赞 并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 我们下一期再见